英雄 喂 我找一下那个玻璃猫 玻璃猫 谁呀 对不起啊 他叫黄小帅 天悟清 你他太吵了 黄小帅啊 黄小帅啊 出去玩了 没在家 怎么这么不巧呢 那个 孩子 病得真的不重啊 不重 孩子病重的话 我能跑这儿来吗 你一个人行吗 你 要不要我过去 一起照顾 行行 没问题 那沈李居在那儿呢 陪着他呢 放心吧 先生您好 这边请 这我这还先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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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请坐 谢谢啊 您需要点点什么吗 有什么便宜的吗 你想吃什么随便点啊 我 你来点吧 你点吧 你点吧 我吃啥都行 随便 随便 我们都可以 要不 要不 我就点你以前爱吃的那些菜 新派酱鸭 随便吧 享用膳丝 口水牛舌 红糖瓷吧 可以了 可以了 够了够了 我那我一会儿就让那个厨房 就直接做了 好 那个什么 你配身间在哪儿 楼下 朝左走 你 你那个包放下吧 别背着了 我 我还被习惯了 这个包放下 我还被乱惯了 雨队 二乘的张老师来了 你好 张老师 你好 余队长 那 那 那 你忙了 来 请坐 请 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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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边 来 您坐 请坐 喝口水 张老师 张老师 您 您找我有事啊 余队长 今天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你这么对小刚确实是有些过分啊 是是是 这是我的问题 我确实处理这问题处理得有点 有点草率了 但您放心 张老师 我一定向余小刚同学道歉 我们班的马锦同学 得了重病有可能是肝癌 他们家家庭又很困难 所以小刚才和几个同学 在星期天去给马锦募捐了 你本来是应该表扬他的 后来遇到几个不法分子捣乱 多亏了小刚同学 才保护了捐款 你不分青红皂白 就这样批评他 是 这是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 向您检讨 张老师 您刚才说 马锦得的是肝癌啊 有可能是 他才十六岁啊 成绩很优秀 家庭条件又很困难 父母离异了 父亲还下岗 他父亲叫什么 叫马东升 你叫马东升啊 我 我认识女区队长 在二中那个学生奖长会上 马东升 南 汉总 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出生于永宁县龙山镇 一九九三年毕业于晴河职业技术学校 同年被招入晴河纺组医厂技修部门任技术员 五年后升为主任 二零一年与同厂职工王娟结婚 次年八月起居马鸡出生 现就读于晴河二东高二一班 二零一零年马东升与王娟离婚 四零一金星电脑抢劫一案啊 我们目前锁定的犯罪嫌疑人 就是这个马东升 这个人昨天我们还走访过 很震惊 为什么可能是他呢 有如下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 在案发前两天 也就是说四月九号那天 他的女儿马锦上着上着课 突然在课堂上晕倒了 倒愿意查 干嘛 这无疑是一个突发的意外情况 这个马东升不是第一纺织厂的吗 纺织厂破产的呀 他就下场了也没什么工作 紧接着跟他的前妻啊 叫王娟离婚 八年前 孩子呢是判的这个马东升 马东升靠什么生活呢 靠给全城送水 再加水战 这个就是他们全家的这个 目前主要的经济来源了 也就是因为他送水的这个工作性质 目前我认为极有可能 是给他作案提供了一些便利条件 加上啊 他的体谋特征和犯罪嫌疑人极为相似 所以我的推断是这样啊 四月十一号早晨起来一早 他先去对面小区偷了一辆摩托车 小区叫什么呢 叫锦商院 他住这个纺织新村 这两个小区是一路之隔呀 这个锦商院是有监控的 但是唯独他偷车的这个地点 上面这个监控我们查了 坏了很长时间啊 所以不会有人注意到他偷车 骑着摩托车 在途中又发生了一个西洁 根据道路监控了解 上路之后呢可能是心里发慌啊 还是技术不熟啊 总之他撞了一个彩虹 撞完之后他没有跑过 折返回来 而且还给了人家一百块钱 这个细节是因为 跟他这个作案的工具是有一定联系的 他使用的枪支是假的 他身上绑的炸药是假的 那么也就是说 他在作案的时候 他并不想伤心无辜 等他到了这个典荡行之后 开始实施抢劫 这就跟他前面的工作性质又联系来了 他是送水的 他天天往那儿送完 那么他了解这儿的情况 金心典荡行每天 是有大量的现金流的 抢劫完之后 他骑着摩托车去了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古树巷 古树巷呢我们看查过了 这一条街上都没有进过 很简单这也是挑选过的 他把他藏匿赃款的这个编织袋 藏在了古树巷 然后骑着摩托车 离开了 好 这会儿他使了一张业方 他奔哪儿了呢 奔哪儿了 奔哪儿了 他肯定就是想做一个呢 这个案子啊 是外地流错案分子 在本地做的案子 造成这么一种假象 他去到某处之后 扔掉了做案工具 扔掉了摩托车 换好衣服 坐着九路车又回到了古树巷 他去古树巷看什么 再回古树巷的目的 就是把他刚刚藏匿在那儿的 赃款去测 把盖国筹 我们目前就是这样推测的 听见我说 这样看来 这个人还真是个高手啊 做事从龙不破 滴水不浓 于超 按着你们专案组的计划进行吧 明白 好 鱼队是五啊 还不到七十二小时 就把这么大的案子搞定了 那当然那是我师父 只不过 不过什么呀 只有推论 没有证据 面包会有的 牛奶也会有的 你又叹那么多气啊 小光这孩子吧 老捅了我 要不咱鱼队啊 早生复局了 哎 话也不能这么说啊 咱这样子 没小高能破这么快吗 也是啊 这就叫 坏事变好事 别拼嘴了 我穿制服都不用进来了 等在这儿吧 哦 你怎么这么说啊 你怎么这么高的 你怎么这么说啊 我还不得不上 我穿下舞的 我都没有忍受 这人知道 你怎么这么说啊 你怎么这么说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马亚 是吧 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同学与小刚他棒 我知道您 这几天老在电视上见到 听说你病了呀 我们都挺惦记的 怎么样 好点没有 谢谢 不过 与小刚对我的挂念是真的 您 只是面上的客气 我特别感谢 余小刚和其他同学 能为我的病上街募捐 我也知道 您对他的这种行为 不仅不支持 反而 不是 不是 这个事我日后给您解释 您不用跟我解释 您应该向余小刚道歉 尽管你是他爸爸 别忘了 您的公职是一名人民警察 说得对啊 说得对 一定道歉 该是道歉 今天呢 我找你爸爸为了其他事 一高总 你爸在哪儿 我爸 我已经一天没有见到他了 没来啊 可能有其他的事在忙吧 你看 师傅 白东升不在 你 你 你们家饭店的厨师做得真好吃 还行吗 还行 行 小姐以后要有合适的机会 一定要让她来睡吃点 小姐要是能来那太好了 我今天看你 在银行给我转钱 我 我这心里头真的是不踏实 你就想明白都是为了孩子 不用想那么多 你说有一天要是孩子 知道了 你 好戏啊 前夫前妻 竟然钻到老子眼皮子底下来诱会了 徐大明 你别在这儿发魂啊 你给我闭嘴 你 你误会了啊 我们不是那个 像你想的那样是这样的 我误会了 你还真好意思 说 徐大明 你说 他这么着急 我说 你说 我说 徐大明 你说 我说 徐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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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干什么呢 你干啥啊 放手 放手 你打电话 放手 放手 你谁让我放了你 别过来 谁让我放了你 扯 扯 还带走 行 行 你等着 怎么等着 有事已经说事了 打摇摇零 打什么摇摇零 我打摇摇零 你们俩快走 快走 快走 我打摇摇零 打摇零 其他别 别走 别走 绝对不会跑 放心吧 听我的 没这道理 他被他闺女都抢劫去了 都挺上走捡了 这会儿怎么会跑呢 没这逻辑 各位顿着点 继续监视 只能监视 不能抓人 行动 是 你绝对不会跑 我马上就会见到你 绝对不会跑 绝对不会跑 马上就会见到你 马上就会见到你 没事 叔叔 都是我应该做的 但是小刚 就 你选择离家出走这个方式 我是不赞同的 叔叔 你是根本就不知道我 没办法跟他们交流 根本就忍受不了了已经 不是 你就再忍受不了 你也不能离家出走啊 你就没有想到你爸爸妈妈 他们现在此时此刻就满城地找你 他们根本想不到自己儿子 跑苏州来了 肯定会特别着急 我 我能理解你啊 你 你可能心情不好 你 你跟爸爸妈妈 在沟通交流上可能有些问题 也包括你在学习上 你在学校跟同学啊也好 你也有自己烦恼有压力 但你爸爸妈妈也一样 你爸爸妈妈在在在生活上 工作上 包括夫妻之间也有争吵 那他们也离家出走呗 没有吧 是吧 其实都一样的 心情都是一样的 我跟马俊有的时候交流上 也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但是呢 肯定能找着合适的一个解决办法 但真的需要好好的去沟通交流 马叔叔不是跟你说教啊 不是跟你说教 我只是谈我的感受 马叔叔 我是被逼无奈的 别别别 兄弟好说好 你等一下 谢谢 是 是 人都有被逼无奈的事吗 都一样 都有 你甭惊动的 相信我们自己 我们判断没错 放心吧 明白 而且呢 不要 不要对马俊有什么影响 那孩子现在病着呢 身体比较虚软 你让他受这刺激干嘛呀 嗯 明白 儿子有消息吗 还没有 你能不能把手头的事放一放呀 还有什么事 比儿子的事更重要 李超 我是个警察呀 那你也是一个父亲呀 没有责任和担当的父亲 更不配做一个好警察 哥俊 我跟你们说啊 今天这事你们都注意点 每个人给我惊认点 没准临时去忙啥子 怎么可能啊 找这么长时间找不着 突然就蹦出来了 就是 踏破铁鞋谷密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行了 你们干活去吧 师傅 这么晚你还没走啊 小康找着了吗 没信啊 要不然你先回家吧 扫不着急 您也不好交代 行 先回去了 你也早点说 不是 难道真是我想错了 您什么意思 真真这么跑了 这 这不好说呀 我这直觉可不是这么告诉我的 没这逻辑呀 李强 这么快回来了啊 我听说那个 411那案子都破了 差不多吧 现在嫌疑人已经锁定了 他没给抓住 跑了 不是 坐下你哥们叫什么呀 叫马东升 说以前是第一纺织厂 你先别跟别人说 注意让我保密吧 马东升 坏了 余队 师傅 要是你先回去吧 有什么事咱明天再说 行 别再说 余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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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个事 怎么着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我就是看见他了 马东升 你确定 我确定 我们将打药牌 我确定 打药牌 这打药牌干什么呀 我没问呀 他说他去哪儿了吗 坏了 这 这我也忘问了 我说你这也没问 那也没问 你干什么去了 我 是 这事赖我 我责任 不是 底是吃干饭的呀 放跑嫌疑人的话 你动得住吗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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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出租车司机是谁 叫吴强 吴强是吧 赶紧 带着他 把那司机给我找找 快 是 好 走 走 负罪而逃 于朝不能相信 马东升会是这样的父亲 望着眼前马东升憨厚的面容 于朝不禁感慨 马东升 即使你是一位令人敬重的父亲 也依然是我于朝的头号犯罪嫌疑人 这二者是无法抵消的 好 就算是什么 这还可以 这一人 还不想干吗 你去找你 你去找你 我去找你 你去找你 我去找你 你去找你 我去找你 你去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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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发这么大仇 他拾气了 一小伙子 能出什么事啊 搜撞搜撞的还会拳击 这不身上有点钱吗 更没事了 指不定哪玩呢 别发愁了 那你说 儿子在什么地方 那你问我现在我也不知道啊 你不神探吗 你 这跟神探不神探不上 冬姐 我就干着你儿子没事 你甭着急 说得真轻巧啊 好像儿子不是你亲生的一样 你这叫什么话你去 谁难听是吧 谁难听别听了 把耳朵捂上 我是个警察 而且我是他亲爹 就因为你那点可怜的虚荣心 荣誉感 你就可以对儿子的事 不管不问是吗 怎么没管没问啊 他该打电话都打了 他没什么大事 你着那么大急干吗呀 余超 你明天就去把这四夭夭 给我移交了 如果你开不了口 我去跟宋局说行不行 案子交不了 尤其这案子现在马上水漏石出了 交不出去 而且再有我可以告诉你 这事要不如于小刚 这案子进展还真没那么快 儿子跟案子有什么关系 在家里我没法跟你说这事啊 你就甭打击了 你等着谢谢你儿子了 武超 你继续说 其实那天我把我师父送到苏州的时候 已经早上四点了 然后我开车直接把师父拉到那个 美江南饭庄 什么江南 美 美丽的美 美江南饭庄 就是我嫂子开的饭馆啊 你的意思是 马东升把那几箱螃蟹送给了前妻王娟 对啊 我嫂子还是螃蟹啊 这 这有什么问题吗 那边的螃蟹比咱们这边的好吧 我嫂子呢常年在外地工作 他就好吃家乡这口 对吧 而且胡警官那天您不是都是看见的吗 就那几箱螃蟹 那马东升为什么没跟你一块儿过来 你说我嫂子跟我师父现在离婚了 这不还有个孩子呢 那孩子现在重病了 那做父母呢 那不得留下来商量商量 合计合计啊 那马东升说过什么时候回来吗 我估计这应该 待不了太长时间 因为毕竟小景现在还在医院住着 好 别在忙这儿吧 辛苦了 去吧 文娟 你说这五强说得是真的还是真的 我觉得假不了的 肯定是真的 马东升这一两天就会活的 这么天上掉上饼的时候 就让咱俩赶上了 那当然了 谁让咱幸福呢 是吧 你又明白了 不是那意思 挺大个人没个正形 对 李队我 你跟我说我不那意思 那你说 不得吧 冷门快去顶藏了 谁啊 稍等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有事啊 你毁死了 我没犯事啊 我完全不知道 我刚才进去那儿走过年 他们就是来找我了解了解情况 没什么事 来来来别站着 来坐坐着 我得有两三天没先找你了吧 忙什么去了 你要不要吃 你慢点慢点 你要不要吃面 不吃你吃过饭了 精彩造你调查傻子情况吧 跟我没什么关系 哪个哪个有关系 算了你别瞎打听了 你不吃东西我给你拿个水喝吧 醒醒 对不起 忘了忘了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花什么练习 来 你说你现在住我对门 咱俩算是情侣了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我都不知道 你猜 那哪才是超好 你说你爸白天逮不着眼 你等大半夜出去 护士 护士 护士应该不会像你打扮成这样吧 你不会是上夜班了吧 不办 慢慢慢慢 我没有 我说的那个上夜班 我顺便的意思 你顺便 我就顺便 你顺我 差不多了 我喜欢上夜班 直接上夜班啊 你家里咱就一个沙发了 是啊 那我一个人当然就意识了 沙发应该是成队了 对 之前是成队 早到电话 我不想起 是 喂 师傅 我们找到五强了 他说的基本属实 马东升昨天晚上搭他车 到苏州去找清清文娟了 现身在苏州呢 应该还在 五强说没说的什么回来 大概这一点点的事吧 师傅 我们要不要给苏州那边 发个协查通报啊 让他们把人先控制起来 协查可以 控制不行啊 你现在一切都是怀疑 先试吧 先盯住了嘛 好不好 好 明白 好 明白 好 别说了 好 我马上安排 好 别说了 好 别说了 我去找你找谁啊 你找谁啊 余队 我一会儿打给你啊 余众 老马 啊 来 过去里边请 里边请 我进去 我把小刚带回来送过来 来来 赶快进去 儿子 去哪儿了 你吓死我了你 来 老马进去 刚刚进去了我 我一会儿直接到我都到了 我直接到医院了 我直接到医院了 我去 你真上医院 对 来来来 我送你 我送你 你不用 你不用 你这你进去 坐会儿吧 我不能 不能 不能 那我回去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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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哪儿去了 我好好说 坐下 老马真是啊 谢谢您 保护您了 我得谢谢您 您 您 您真是有这么好的儿子 这个小刚真好 你看他这个为马景学的募军 这让我特别感动 这还咋着的话 这不同学应该做的 我跟这小刚啊 真是缘分 可以了他到苏州了 要我根本就见不到他了 老马 你上苏州干嘛去 说起来就是 因为这个 人家马景这孩子这 得 得这个病 像我这个这个收入 根本完全负担不了 我就是 只能是我说厚着脸皮 想上苏州去找马景妈妈 我跟这前妻离婚之后 我到苏州了 开了个饭店 就是 说来也是 在马景这 在生病之前啊 她这 她还来过一次情河 来过 我来过 她是四月九号 妈妈正好出差路过 想过来看看你 到了之后她想 想跟那个马景吃个饭 开始马景 我正上课呢 妈 妈 妈姐 就是他们 母女之间分 分开太久了 真是 理解 理解 孩子吧 往我心里去 孩子 孩子 但是就什么事吧 就说来都真是巧 我这刚到苏州 我这老家 这个龙山镇的那个 拆迁补偿款就到了 二十四万多 老马 你们在老家 还是有资产是吧 有 我爸爸妈妈给我留的 我就想 他说我就想 把这钱全打给马景妈妈了 老马 这为什么呢 这个 我就想让王全大 再一笔一笔打给我 然后我拿给这个 这马景看 说你看你妈妈对你多好 有心的 有心的老马 就是弥合他们俩这个关系嘛 是 有心的 行 就是希望他们能 能好的 行 行了 余队 你什么 你回去吧 行行行 工作一天忙 主婦一句 孩子这病 别着急 不着急是假的 但是呢 也撂倒了白搭 对不对啊 什么时候过程 孩子病了 那就慢慢的 行 余队 您快休息 好好好 谢谢啊 慢走 好 您回吧 终于躲开了 余朝那双微笑而犀利的眼 但对于马东升而言 解脱只是暂时的 他或许已经意识到 自己失去了 投案自首的最佳时机 时宜至此 他只能是将错就错 否则天一亮 余朝就会毫不犹豫的 把他从女儿身边带走 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他做不到 望着马东升远去的背影 余朝依然能够感觉到 这个男人的沉重 尽管他刚才把一切说得 天衣无缝 天衣无缝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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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不得了 不得了 太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马东升昨天就从苏州回来了 这我怎么想不明白呢 想不明白慢慢想 师傅 您想了 我现在就想抓人 但没证据抓不了啊 他为什么去宿州 找钱去借钱 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借口啊 是不是借口找证据去 把东升卡上现在的这笔款是十万 合计上原来的余额一共是十一万三千六百元 汇款人是王娟 是现金汇款的 不是 是从王娟的卡上转账的 什么市 昨天上午十点半 那马东升给王娟汇款吧 汇款 二十五万 您帮我看一下这签子来的 地点是永宁县楼山镇政府拆迁办 知道了 谢谢您 是 麻烦了 您提的同意 来 来 喂 来老杨 麻烦你啊 不会 接到你们的协查通报 我从侧面也了解到 四月十三日 马东升确实来过 苏州北江南范中 照顾他的全棋王娟 应该是因为孩子病的原因 和他商量所需的废话 我们也正在核实这事 给您添麻烦啊 没事 麻烦 麻烦 客气 客气